第一百一十六集 突破极限就这么容易 是 两位武尊急忙回答 绝对不是 孔伤心来之前 景梦魂已经对他说了第五轻柔的猜测 所以孔伤心现在心中笃定得很 你们王座被楚颜王骗了 啊 两位武尊大惊失色 不过这件事先不要跟他说 孔伤心叹了口气 免得打搅了他疗伤的心境 看了看鹦鹉法身上的伤口 孔伤心狠狠的说道 好狠的手段 剑剑透体 丝毫不给人留活路 这应该是一位贱王 想到第五轻柔说的 全力修好不惜代价这把个字 孔伤心觉得憋屈不已 临来之前 他心里打的的确是保守的主意 而通过景梦魂传达的第五轻柔的命令 孔伤心也深以为然 此一去 只要平安的救回三帝 那就万事大吉 什么一号不一号的 救不救的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来到这里之后 一见到因无法的伤势居然是这种样子 孔伤心却一下子暴怒起来 再见到因无法的那一刹那 他就改变了主意 原本以为 因无法身为一代王座高手 又在下三天 纵然重伤又能伤到哪去 但是现在确信了 王座高手在下三天 也是有可能死的 还有一点就是 他认同第五轻柔的判断 但是对第五轻柔其中的一个命令 却很有些不以为然 在成云鹤到达之前 万万不能有任何行动 到达之后 就算有事情 也要与成云鹤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这话的意思分明是说 这次行动以成云鹤为主 可成云鹤算什么东西 也配命令我这一代王座吗 尤其是第五轻柔三令五身 同样的话还说了好几遍 所以孔商心更加的不难反了 此刻作为心头部队 他已经到了这里 成云鹤还在路上 老子偏偏就要在这两天的时间里 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 若是能够在成云鹤到来之前 就将楚颜王斩杀 让相爷看看 就算没有成云鹤 我孔商心 照样能够斩将夺旗 建功利益 孔商心热血一冲 仇恨一击 迅速地决定了行动计划 第五轻柔虽然算无一策 但他终于算错了一件事 他虽然顾及到 因无法与因无天的兄弟感情 却没有顾及到 孔商心与因无法的过命交情 或者说 第五轻柔本身就不是重情重义的人 亲兄弟之间的感情 他或者能够理解到细微 但异性兄弟之间的生死交情 他从本心里头就不信任吧 他只知道孔商心老成持重 行事稳妥 做这件事情 乃是最佳人选 却万万没想到 孔商心固然是老成持重谨慎之极 但却被因无法的伤势 彻底的激起了心火 这是第五轻柔的错误 这个错误 无关智慧 却有关人性 楚阳现在已经在天兵阁 他回到天兵阁的时候 还真吓了一跳 只见那里正有五个人在拼命的厮杀 宛若生死仇敌一般 战局纷乱 一时间 孤独行与苗不通联手 对抗其他三人 一会儿 孤独行与寂寞联手 对抗另外三人 然后这战局一变 就变成了罗克迪和寂寞联手 对抗孤独行三个人 再下一刻 却又成了孤独行独立对抗四人 从院子里打到岛上 从岛上打到水中 然后又一个个的再上来 继续拼杀 每个人都已经气喘如牛 但每个人却都红着眼睛 绝不后退 楚阳的规定太残酷了 不能突破的人赶紧走 突破最晚的人 还要为其他的几个人洗内裤 这些心高气傲的少爷们 哪一个甘心失败 不仅不甘心失败 而且还要在这几个人之中 竞争谁是第一 在他们心中 跟别人比有什么意思 要比就跟这些人比 因为这些人才是身份相当的 只有把这些人比下去 才算是自己的成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家族的成就 这些世家子弟 虽然人人在家族之中 并不怎么受重视 而且提起家族的时候 也是一副不服不愤的表情 其实一个个的家族观念 都非常的浓厚 顽固也好 胡闹也罢 但牵扯到家族利益 家族名望 他们比谁都上心 这就是世家子弟 也是世家所独有的底蕴和骄傲 你们这是要突破自身极限呢 楚阳漫步走进来 笑着问道 废话 五个人都翻了个白眼 你现在规定的那么死 按照一般推算的话 最少要平均两天 就要突破一次自身极限 才有可能在一个月之中 突破一品啊 两天突破一次极限 那不得要练死人呢 可你们这么练 什么时候才能突破极限啊 楚阳抱着手臂 嘲笑的看着几个人 你们都是傻子呀 那你说怎么练呢 罗克迪哼了一声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你们现在最低的 都有武宗修为 要是在这样的战斗之中消磨 那得多少时间啊 更何况 没有生与死的压力 你们的心情根本就不会紧张起来 还有到达你们这种程度 基本上只要有回气的时间 你们就能源源不息的产生原力 虽然不如消耗的快 但起码就延长了消耗的时间啊 楚阳淡然说道 而你们这种战斗 看着激烈 其实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时间 或者说你本人并不想休息 但是当你插不进战圈的时候 那你就是在休息了 这个时间虽然短 却注定了你永远不会突破极限 这是武者普遍的苦恼啊 季摸道 我们有什么办法 唯有到了极限之后 感受到那种生不如死的疲累 三天空空如也的时候 才能脾气泰来迈进一步啊 若是像你这么说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希望突破了 希望大得很呢 不过是你们笨 根本找不到办法罢了 楚阳哼了一声 我一天训练 基本能够突破极限三次次 这还是我白天都在忙的情况下 如果全部时间都练的话 完全能够把自己练废了 你知道这个练废掉是什么意思吗 一天突破三四次 你以为你是神呢 季摸吃了一声 对这个说法 他根本不信 普通人的体力 或者说还能一天突破好几次 但身为高级武者 元气源源不断的产生 想要达到一次极限都难 怎么会一天突破三四次呢 哼 压力 你们养尊处优 哪里有什么压力啊 楚阳怜悯的道 那你能给我们压力 很容易啊 楚阳转过头来 孤独行 把你袜子脱下来 孤独行一愣 不过 还是一眼除下鞋子 将自己 已经汗湿的黏答答的袜子 扔了出来 虽然是在早上 但他一脱下来的一瞬间 罗克迪和季莫 苗布通等人 都是捂着鼻子退了出去 经过一天汗湿的袜子 比臭咸鱼的味道还要浓得多 顾独行着一扔出去 那布置的袜子居然直挺挺的站在了地上 现在你们四个人自己修炼 或者是练拳也好 练剑也罢 总之要挑选一套最耗费力量的功夫出来 楚洋看了看这双特立独行的袜子 眉头忍不住的跳了跳 他抬起头 看着四个人 我只给你们半个时辰 到时候 谁的经脉丹田中 若是还能留下半点元气 那么 就跪在固独行的袜子面前 撅起屁股 用舌头舔上两口 并且对着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大吼一声 我罗克迪还不如这双臭袜子 然后在众人面前将这袜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为啥是我的名字 罗克迪不满的道 为啥不是我董无伤还不如这双袜子 反正是打比喻吗 旁边董无伤顿时对他怒目而视 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怎么可能耗光啊 继摸大叫一声 前几天我被人追杀 只不过两个呼吸的功夫 浑身的元气就到了极限 楚阳淡然说道 从那之后我发现 要达到自己的极限 居然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 关键只是看压力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独行 你来计时 半个时辰之后 倘若还有人没达到极限 你就按我说的办 四个人都没达到的话 都是如此处理 最多我再贡献出一双袜子来 四人同时沉思起来 两个呼吸榨干自己浑身的潜力 那么这个楚阳 是遭受了什么样的压力 他们丝毫不怀疑 楚阳说的是假话 因为楚阳没有任何必要对他们说 好 孤独行乐呵呵的大笑一声 居然扑的一声 又往那双臭的不能再臭的袜子上 醒了一团鼻涕 一声开始 寂寞四个人顿时就苦着脸苦练起来 这次若是到不了极限 可不仅仅是失败的问题 还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若是只有一个人 楚阳提出这种方法 估计会找楚阳拼命 但现在四个人 却人人都想看着对方的笑话 所以基本上每练一招 都是灌注了全身的力气 尤其是罗克迪 几乎将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只是打出一拳 居然就把脸憋得葱红 心中恨恨的想着 我让你拿我的名字做比喻 我罗克迪 怎么可能还不如一封袜子 而且还是孤独型的袜子 不到一刻中 罗克迪尽力的挥出最后一拳 两眼一翻白 几乎就晕了过去 接着整个身体就如同面条一般软了下来 楚阳一个箭步窜过去 伸手就抓住了罗克迪的脉腕 略一运工查看 只觉得这家伙竟然真的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抽空了 转过头大喝一声 罗克迪已经到达极限 过关 其他三个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急了眼了 我靠 这才一刻中啊 站起来 接着打 继续像刚才那么打 楚阳一脚踢在这家伙身上 生生的用手拎着脖子提起来 声色俱立 快 不行了 打不动了 罗克迪翻着白眼 吊死狗一般 四肢搭了着吊在楚阳的手上 伸着舌头 我都快累死了 古都行 把那袜子拿过来 塞他嘴里 楚阳冷哼了一声 好嘞 古都行大喜 用一根细细的树枝 挑起了年轻一团的袜子 晃晃悠悠的走了过来 不要 罗克迪的目中露出恐惧之色 突然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下子挣托楚阳的手 拔腿就跑 追 追上就塞进去 楚阳一声爆喝 古都行大吼一声 展开身法 全力追赶 追得兴致勃勃 兴致高昂 罗克迪脚步发软 眼前发花 口中还不断的喷出白沫 他连叫骂的力气都没了 神志也逐渐趋于模糊 只能是凭着本能在闪躲 在拼命的奔跑 突然间 罗克迪在不知不觉中 速度突然加快 本时疲软的双脚 竟然恢复了活力 越跑越快 辗转腾挪 但是他本人却还不知道 还在大张着眼睛 呼吱呼吱的喘着气 拼命躲晒 楚阳给顾独行使了个眼色 继续追 顾独行会议 挥舞着臭袜子 凶身扼杀一般的继续追赶 罗克迪的瞳孔都已经快散乱了 但速度竟然越来越快 这个情况 将继莫 董无伤 瞄不通三人看的雾瞪口呆 除了罗克迪本人不知道之外 其他人都清清楚楚 罗克迪竟然突破极限了 不仅达到了极限 而且突破了极限 这仅仅是一刻钟 稍微多一点的时间 三个人同时困难的吞了口吐嘛 抓紧时间练了起来 罗克迪能做到 自己为啥做不到 想到这里 三个人都发疯一般的狂练 唯恐每一剑出 每刀一发 给自己留下半点力气 不到半个时辰 三个人同时力竭倒下 然后又被楚阳一脚一个的踹起来 赶着去训练 半个多时辰之后 看着大口大口喘气的四个人尾顿在地 他们刚才训练到极限的时候 竟然是不出汗的 直到现在完全停止 身上的汗才瀑布一般躺了出来 每个人都或像是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我刚才说 一天之内突破三四次极限 你们现在信了吗 楚阳哼了一声 淡淡的问道 四个人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但是眼睛里头 却都露出了极度的惊喜 第11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